如果不是风神演义这部小说 恐怕很少有人会知道 历史上有妲己这号人物 但也正因为风神演义的广泛传播 使得妲己狐狸精的形象深入人心 事实上 在汉代以前 史书对于妲己形象的渲染还十分宽泛 对他罪行的指责 仅仅局限于他是亡国之君的宠妃 比如国语就有一段精辟论述 魅喜有宠 于是乎与伊尹彼尔王下 达己有宠 于是乎与骄阁彼尔王阴 包四有宠 生伯福 于是乎与国师普比 周于是乎王 魅喜和伊尹 达己和骄阁 包四和国师普 夏商周三朝的政权阁顶 被后世政治家凝裂成了一两个人物的弄权次导致的 在父权下的古代社会 女性的王国功效被无限放大了 充当间谍颠覆宗主国政权的伊尹 交阁分别成了商朝和周朝的贤臣 魅喜打己包四 反倒成了王朝灭亡的替罪羊 不同的是 魅喜包四已失踪宣告了自己在政治舞台的落幕 唯独打己的结局却异常惨烈 据益州书记载 武王是二女之所 乃记忆 王又舍之三发 乃幼姬之轻吕 斩之以玄月 玄珠小白 末夜战后 周武王率军进入昭歌 并将早已自焚而亡的周武王头颅挂在了大牌旗上 周武王目的很明确 向天下诸侯昭示周武王已死 商朝已亡 周成为了新的天下之主 在周武王死后 打己和弼切也随之自击 但此时 周武王却做出了一个让人困惑的举动 射之三发 斩之以玄月 周武王不仅朝着打己的尸体连射三箭 并且同样将他的头颅挂在了白旗之上 如果打己像魅席一样充当的是内应的角色 那么他无形中助力了商周顶格 周武王虽然不会当着天下诸侯感念 但也不至于做出折辱尸身的举动 那么打己究竟有什么来头 为何会招致周武王如此痛恨呢 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需要明确一点 所谓打己发明袍落 杀文王长子博弈考 偷心笔干等中毒恶行 都是汉代以后 才陆续充实进史书记载当中的 科心度极低 而在战国乃至周初的文献中 对于打己罪行的指责 仅仅是打己为证 赏发无方 就连武王伐咒时所发布的墓事 也只是说 金商王寿 为父言适用 婚戏绝四四 咒王听信打己蛊惑 不祭祀祖先 并未提到说 打己具体做了哪些 实恶不赦的事 但即便是这两项罪名 也十分牵强 妇女与正在商朝 是一种十分正常的社会现象 她们生前 可以参与 商王朝的政治生活 掌握和控制国家的各种权利 代替商王出征或主持祭祀大典 此后甚至可以享受单独祭祀 顾杰刚先生对此曾有如下评述 所谓听信赋言是少见过多怪 商代女性十分活跃 咒王负打己 可能就是五丁十富好一类的杰出女性 至于祭祀问题 我们先不论 咒王会不会听信 打己一面之词 就摒弃殷商的祭祀传统 但通过梳理殷须出土的 甲骨补辞就会发现 从中商到晚上时期 商朝的祭祀 在大幅减少 对应的 人群数量也断崖式下滑 这表明 殷商晚期是祭祀制度的变革期 是时代发展的趋势 而非打己吹吹枕边风 就能改变的 接下来 我们就拨开历史迷雾 还原一个真实的打己 打己姓苏 打则是有姿色的意思 对于打己的身份 竹书纪年和国语是这样说的 九年 咒王师法有苏 或打己已归 因心法有苏 有苏是以打己女焉 打己有宠 有苏也就是 以姓古苏国 这个国家可是大有来头 因为按照竹书纪年记载 帝芬三十三年 奉昆吾世子与有苏 帝芬又叫帝怀 是下朝第八位国君 昆吾则是下朝最重要的 羽翼国之一 商汤伐夏时 最先检除的 就是昆吾和维固三国 下朝父王后 有苏作何选择 由于史料缺乏 我们不得而知 但从咒王法有苏来看 有苏在下朝灭亡后 应该是顺从了商朝的统治 所以有苏国 才延续到了咒王统治时期 商朝以武力国 强大时诸侯兵服 衰落时诸侯接盼 这种识服识盼本是常态 周王一生的用兵重心都在东夷 但却在第九年首先讨伐了有苏 说明周王此举有安定后方的用意 所以对于有苏国君的纳女请降 周王欣然接受 并且对其女宠爱有加 上文已经说过 妇女与政是商朝的政治特征 所以有苏国君送女儿打击入宫 非但不是耻辱 反倒是一种结盟的表现 这意味着有苏成为殷商的外围屏障 替周王看守门户 换言之 打击的背后代表的是 殷商贵族中的有苏一族势力 这颇有点像战国时期 左右秦国政治的楚系卫系 那么有苏国究竟在哪呢 就在灭伤成功后 周武王做了一个重要的分封决定 命苏奋生担任司寇 封于苏 国于温 经河南交走温县 苏奋生已姓 由于古时女子称姓 男子称氏 所以事实上 苏奋生与达几都同出于有苏国族 但就是这样一号人物 却能高居西州九卿 主管周朝全国刑狱 与赫赫有名的周公赵公起名 奇怪的是 史书却没有留下苏奋生 有任何工业的记载 不仅如此 苏奋生受封苏国国军 也又意味着周武王废掉了 自下朝以来的几姓诸侯国 将以灭亡的温国和有苏 合二为一 组建了新的苏国 故而人本姓己的苏奋生 以封地为室 成为苏姓第一人 一方面是周武王对待达几师身的哲辱 另一方面 却是对同出于有苏的苏奋生的无限拔高 这表明在商周之际 有苏国在服伤还是反伤问题上 分成了两派 一派以达几为代表 站在了西州的对立面上 而另一派则以苏奋生为代表 出逃加入西州阵营 所以周武王伐商时 盟国名单中并没有苏国 但战后表彰时 苏奋生却在其列 结合左传记载得知 苏国中心区域 在河南温县西南三十里一带 将预则囊括了温元 繁盟行等十多座城义 这块区域 恶守着黄河古道梦金渡口 是周武王进军衣裳腹地 昭各的必经之路 可见周武王朝着打击时身 连射三剑 又斩下头颅挂于白旗 实则是对苏国 站在周国对立面的泄愤 同时也在向天下诸侯 昭示反周的下场 接下来说 周武王到底是怎么死的 考古发现颠覆历史 不是自焚而死 按照史记 阴本记等史书记载 周武王死的窝囊 兵败之后登陆台自焚而死 所以后世文人默克 几乎都沿用这一窝囊死法 比如在《风筝演义》中 周王已陷穷途末路 乃入摘星楼自焚而死 一个被司马迁描述为 资质变阶级 文贱监民 财力过人 首歌猛兽 百战百胜 诸侯舍服的猛人 最终却没有血战到底 而是自焚而死 总让人觉得周武王死得不光彩 然而 现代以此考古发现 却揭开了周武王之死的真相 也颠覆了周武王的形象 1972年 在山东林一银雀山 考古专家发现了两座汉墓 随后挖掘出了一批汉奸 让考古专家惊喜的是 除了孙子兵法 孙殡兵法之外 还有六涛 太公兵法 魏辽子等著作 其中六涛有一段话 揭示了周武王之死的真相 先设以造于阴 甲子之日 智目之也 秦兽 其手一白 显然 这一段说的是 周武王在前线作战 兵败之后被擒 周武王就把他砍死 将周武王手机挂在旗帜上 而不是周武王兵败自焚 可以想象 当时周武王应该是血战到底 无奈被俘 如果周武王主动投降的话 周武王还真不太好杀他 考古专家确认 银雀山汉奸 写于公元前140 到公元前118年 另外 六涛最迟成书于战国晚期 应该是甲托江子牙之作 其实六涛中记载的 周武王死因并不奇怪 在先钦史书上 也有不少相关记载 春秋战国时期 《诸四百家》中有一个杂家 其中代表人物叫狮角 在他的著作《狮子》中 就有一段周武王死因的描述 武王亲舍恶来之口 亲拙阴咒之警 手无余穴 不闻而食 当此之时 有猛兽也 从这一记载中 不难看出周武王死因 其实就是被周武王俘虏 然后亲手杀了周王 而且是 手无余穴 不闻而食 犹如笑谈可引匈奴血 最后表现是 有猛兽也 然而 这一些记载触目惊心 在颠覆司马前记载之余 还完全毁掉了周武王的 仁义形象 正因如此 所以这一类记载 往往被后世儒家 批判为尾书 在描述木叶之战时 上书五成中 用了血流飘出形容 但孟子却认为 周武王是仁义之师 讨伐不仁的伤咒 不可能出现残酷的血流飘出 因此 孟子还留下了一句经典之语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无语五成 取二三册而已 显然 结合银雀山汉剑中的六涛 和被儒家否定的一些记载 反而能还原出 周武王之死的真相 周武王冒雨前进 和周武王决战于木叶 周武王并非躲在后方 而是位于战场前线 由于周王手下将军 遭到周武王收买 临阵倒戈 让周王虽然血战沙场 但还是意外被俘 由于周王被斩首 并挂在旗帜上 导致商军斗志瓦解 由此一溃千里 武王乃守大白 以挥诸侯 诸侯必败 随机之 商似百姓 贤似于焦 群兵签进约 上天降休 再败几首 一周书课音中的 这一段记载 以挥诸侯 商术百姓等的大白上 可能挂着周武王的脑袋 所以诸侯商人百姓 才有这一举动 正因如此 有学者研究之后指出 和传统观点相比 这说法有两个最大不同 即周武王表现得比较凶残 周武王表现得比较勇敢 直接处于战场前线 没有躲在后方的行为 应该得到尊重 让人感慨的是 一直以仁义形象出现的周武王 其实表现得并不仁义 一周书《士福》中记载 木野之战后 周武王还杀死了商人18万之多 俘虏33万 将商朝首都 人畜财物等 抢掠一空 不难看出 木野之战后 商人还进行了抵抗 如果没有抵抗 周武王还杀18万商人 那就更残暴不仁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方式